當然我們來看這是白天的空拍機畫面 你可以看到現場持續的悶燒 所以飄出了大量的黑煙跟濃煙 當然這個也增加了現場的救援難度 不過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這場爆炸是怎麼發生的呢 其實我們知道廠房裡面堆放了非常多的過氧化劑 那麼屏東縣消防局強調在消防員抵達的時候 沒有涉水就發生爆炸 火災當下三名平日消防隊員 才剛準備挺進火場突然 裡面發生爆炸 大量濃煙將消防員吞噬 另一個角度消防車頂上 爆炸紅藍巨響 外槍瞬間震破 大量的破碎石塊掉在車上 連水塔也砸了下來 突然的爆炸崩塌 第一線的消防員根本措手不及 當時因為我們知道是有過氧化物 不能用水 所以我們沒要用乾性的物質去進去 據瞭解也是在進入現場不到10公尺就發生爆炸 三個是在這邊一個那個賴靜汝是在這邊 這邊算是爆炸爆炸比較嚴重 對 標注明洋國際公司廠區的方位 當時第一批到達的平二分隊沿著一號位置 一路到二號的位置也就是靠近貨爆的起火點 消防員進入場內10公尺 在向右走沒多久就發生了爆炸崩塌 消防局強調沒有射水 知道過氧化區它是進水的 所以我們準備用乾粉來滅火 因為他上班就7個人 所以他就是就小的兩代班 然後就全部都進去了 然後第二T是平東分隊 那所以平東分隊它是在比較外圍 所以平東分隊的人是受傷 燒了一整夜的明洋國際 透過白天空白鏡頭 一號廠區仍然不斷冒出大量濃黑煙 超過1000度的高溫 加上易燃的化學物質增加滅火困難 不斷的爆炸讓前線的消防隊員 滅火還沒開始 先是發生小爆炸 在場指揮的小隊長才剛喊全員撤退 隨即大爆炸 一切來得太快 僅是幾秒鐘的事 消防員受困在崩塌的廠房 想逃也逃不了 TVBS新聞屏東綜合報導 我們來看在近10年 已經有43位的消防員不幸的訓職了 而針對這一次 屏東縣消防局也公布 平二分隊7名消防員出勤的最後身影 在短短57秒 他們跟時間賽跑出發救火 卻沒想到這是7個人 最後一次一起出勤 屏東市的明洋國際科技公司 22號傍晚驚船爆炸意外 屏東第二分隊消防員第一時間趕底火場救援 而他們最後出勤的畫面也曝光 22號傍晚5點34分07秒 7名消防員陸續上車 5點34分59秒 第一輛消防車開出 5點35分04秒 第二輛消防車緊接在後出發 從7人快步搭上消防車到出勤前往火場 共57秒 而這場嚴重意外也重挫了屏東二分隊的士氣 整個分隊氣氛低落 重返22號晚上7人接獲報案後 消防隊員迅速著裝的櫃子前 里里外外散落著消防工作服 消防鞋反光背心脫鞋手套 顯示出行時爭分躲秒的匆忙 讓隊員們來不及放好自身的物品 這是去年11月 屏東二分隊在車庫進行破壞器材 軍刀具訓練 當時就由隊員施保祥擔任教官 主要是確保消防員的自身安全 提升救災效率 讓救災工作更順利 當時可以看到賴俊如蹲在地上 教官施保祥在解說 身高190公分的陳博翰 坐在地上很認真的在聽 之前屏東二分隊還去幼兒園 教導小朋友各項防火防災之事 可以看到施保祥依舊擔任教官 高仁一等的陳博翰認真的解說 以及追隨舅舅腳步 成為消防員的中級員認真的身影 如今屏東二分隊7人剩3個人 昔日打火時的患難情誼 只能成追憶 TVB新聞李偉華 陳向如綜合報導 每位殉職消防員的背後 都是一個家庭 我們先來看殉職消防隊員賴俊如 他去年12月才剛剛跟英國旗的妻子 互定終身 下個月的蜜月旅行確定是失約了 父親只希望檢方不要解剖 不讓兒子再痛斥 幸福的笑容決定成為攜手一輩子的伴侶 這是殉職警校賴俊如婚紗照 他下個月2號就要去度蜜月 地點是回他太太的故鄉英國博明函 明年2月則是要補辦婚禮 他英國旗太太當時是交換生 兩人參加營隊認識 交往後決定共度一生 只是家屬依偎一起等待 沒料到得到惡號氣不成聲 雖然見不到最後一面 但在心中 新竹縣消防局也發文哀悼 原來他曾經在關係分隊服務三年時間 天天笑嘻嘻 體能好 還成為場訓傳奇 然而即使離開分隊 還是常回去聚會 托人寫道 今年夏天才收到你寄來的芒果 又香又甜 就像你開朗的笑容 沒有想到這已經成為最後的滋味 大家一夜難眠 不敢置信 直到天明 只是最後醫院驗DNA 確認賴俊如殉職 成為第一位這幾意外罹難的消防員 我真的太突然 不捨得 今天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真的不會厭任何人 不會厭任何人 他救災救人 感嘆意外來得太突然 而碰到高層市長 辛其邁來慰問 賴爸爸也表達 希望檢方不要解剖遺體 反正是太誇張了 你今天怎麼打問呢 你有DNA就可以了嗎 是啊 不要再給他解剖很痛很痛 賴爸爸賴媽媽忍著悲痛 聽得令人比酸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去年才因為要照顧母親 所以調回平二分隊的陳柏翰 他說等到存夠的錢 要帶媽媽去歐洲玩 這是他最大的心願 他也是同人眼中的開心果 意外發生之後 同人哀悼 告訴他柏翰任務結束了 天生的優勢 身高190公分 長相被說有點像藝人小蝦 綽號也是小蝦 他是消防隊員陳柏翰 聽到他陷入火場內 大家都相當不捨 就是沒有辦法那個 他是朋友啊 說著說著眼眶泛淚 雨帶哽咽 他曾經是陳柏翰的分隊長 陳柏翰在基隆市消防局 性惡消防分隊服務的7年 基隆市消防局也發文哀悼 柏翰任務結束了 長夜漫漫 最終還是得到令人悲痛的訊息 陳柏翰從小就是單親家庭 由媽媽帶大 非常的孝順 工作存到錢 就是帶媽媽到歐洲遊玩 當初為了家計著想 才會報考消防員 在同人眼中 他個性開朗 大家相處得非常愉快 他一個蠻幽默風趣的人 因為有時候變成 消防生活比較苦悶 他會在閒暇之餘 算是治癒於人 就是會把大家都弄得蠻開心的這樣 後來因為要照顧媽媽才調回屏東 儘管工作繁忙 很珍惜你嫁人相處 所以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就是自尋 你為什麼要衝進去裡面 你就那些人 那些工廠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法搭 你這樣衝 你傷害了全部家人的心 就怕80多歲的奶奶問起 所有家人都不敢回去 任務結束了 同人眼中的開心果 笑容永遠留在大家心中 TVP新闻總和報導 而38歲的中級元 他21號才剛剛過生日 沒想到隔天在22號就命喪火哭 他從小又立志要當消防員 同批訓練的同學透露 原本約定要一起工作到退休 但這幾年去好多人都離開了 跟大家一起吃雞排 開心合照 轉身影片在訓練課上時 當期講師認真講解救護過程 他是評論工廠大火訓職消防員之一 中級元 平東高中畢業了就去考 因為他去世小房業 退休了就來 38歲的他跟隨舊舊腳步 從小立志當消防員 95年緊專畢業後奮發台中 104年請調回到家鄉屏東 幾年前結婚 剩下一名女兒在大家眼中 是個窩心好相處的人 在台中服務期間工作表現非常優異 年年都有拿到考基 在書館的眼中他是一個好部署 在同事眼中他是好隊友 我們都會許願啦 就是說我們一起畢業 然後能好好的 最好的情況就是一起工作到退休 只是沒有想到就是這麼幾年來 已經離開了很多人 他就說他前幾天才祝他生日快樂 因為那個機緣是久而一生日而已 沒有想到剛過完生日就遇到這樣子 怎麼也沒有想到 甚至隔天竟然命上火場 同學難以接受 而四名訓職的消防員 過去在分隊的歡送會上 還曾經一起現身 其中在施保祥的臉書上 好友也留下最後的祝福 任務結束了一路好走 更指出勤勿有他到場 讓一同出勤的夥伴都感到心安 他說保祥他在花蓮 常常出勤三難啊 等特殊的勤勿 然後不論是當同事 還是當朋友 都可以很真誠的對待 過了救災舍己救人 這些打火英雄 認真工作生活的身影 會永遠留在親友的心中 台中台北報導 好爆炸原因 現在還要等火掉報告理清 然而在廠房之內 製造高爾夫球的原料 像是橡胶 關鍵添加物 其實都具有風險 目前不排除是成然 也有可能是廠房裡面 美貨鋁等等的活潑金屬 遇到了高溫水蒸系 產生反應 導致爆炸 廠房內不斷傳出轟隆巨響 一陣陣火光 濃煙直竄天際 將近百坪的廠房 幾乎被火吞噬 為在屏東工業區的 明陽國際 22號晚間通報 兩層RC鐵皮倉庫發生火警 在晚上6點左右 發生爆炸情況 而在6點28分2度爆炸 造成廠房員工 消防人員傷亡 明陽國際是高爾夫球製的 代理廠製造高爾夫球原料 包含橡胶 關鍵添加物 工廠內部有大量可燃物 包含重要的橡胶 如果在廠房內形成粉塵 接觸面積大 很容易快速燃燒進而爆炸 再加上可燃性氣體 夾碗 椅碗等等 都是非常容易燃燒的燃料 是做高爾夫球 所以它必須要塑膠原料 那塑膠原料可能往前推那些原料 一開始都有機會是顆粒粉狀的粉塵 那如果在爆炸過程中 任何一袋粉塵破掉 任何只要有機碳氫氧組成的粉 散在空氣中 然後那個時候表面積變得很大 你一微微的點火 那個就很像之前的八仙塵爆一樣 你是一發不可收拾 它是連鎖反應 往下一直熱浪一直帶下去 那至於它這個 後續會一直爆一直爆 除了可能它工廠原料 就一直存在著 它可能一直持續在反應 一千多度就是所謂的非常高溫 那一旦非常高溫 化學反應就會不斷的進行 另外如果廠房內有鋁貨煤 等等活泼金屬 也會引發連環爆炸 這類型的金屬如果遇到高溫水蒸氣 會立即反應產生氫氣而爆炸 假設這工廠存放一些活潑金屬 例如鎂 鋁 這種東西碰到熱水 碰到冷水就已經有危險了 更何況碰到熱水 所以假設現場的溫度非常高 又同時有水存在的話 這個時候水已經變熱水 那碰到這種鎂跟鋁金屬 產生的大量氫氣 再加上火就會爆炸 主要的我認為爆炸的原因 是因為溫度太高 我們燃燒三個條件 可燃物 助燃物 還有著火點 所以說溫度是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那現產其實基本上 有紅外線的偵測 又加上有金屬 因為產盤的結構是金屬 是鍍芯的鋼板 目前初步推估起火點 很可能在第一場趨勢 高爾夫球生產線 堆放大量油漆 過氧化物 架橋劑 打摩球後的粉塵等等 充滿可燃物質 才造成廠區連環爆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爆炸案 那表示說裡面存放的物質 應該是一個非常具有敏感性 屬於公共危險物品裡面 譬如說是屬於爆炸性物質 裡面的一個內容 依照這個部分 我們的爆炸性物質 規定都有一定的管制量 那管制量 這個政府單位應該 主管機關定期的 都會到工廠去了解 它這個放置的化學物品 有沒有超過它的管制量 平常在管制的場所 也沒有照規定來安置 根據屏東縣消防局表示 消防員貨爆到場後 火場的基本流程都有落實 知道有囤放過氧化物 沒有涉水 計畫用乾粉滅火器 但來不及處理就爆炸 確切原因還得進步釐清 就是說工廠裡面 它本身都有一個自主性的一個 自我安全防護的一個 一個單位來管理這個部門 那這個火災的時候呢 通報的話 他們這個就應該要通報消防單位說 我這個地方呢 有什麼的危險物品的東西存放 好 那麼讓消防單位 消防弟兄去前往救災的時候 就知道說這個工廠裡面呢 裡面有存放什麼東西 明陽國際2022年 全年高爾夫球出貨量是2170萬打 出貨量占全球高爾夫市場 將近兩成 在台灣高爾夫球出口比重達到五成 等於每兩顆就有一顆是明陽製造 如今不僅生產恐怕中斷 更得負起重大公安意外的後續責任 記憶月新聞 謝嫌熙 劉宜君 台北採訪無動 不過火場類型多變 有時候真的很難評估 尤其狀況危急 加上很多人受困的話 也只能硬著頭皮衝 消防隊員所承受的壓力跟風險 把時間交給資深記者說婉容 這次釀出意外的工廠呢 我們現在知道呢 裡頭是存放著這個雜碗天然氣塑料 以及可燃物質 裡頭有非常多的東西 那這消防人要進去救援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透過這個飄散出來的氣味 來判定說到底是什麼原因發生的火災 而避免這所謂的粉塵爆炸呢 這資深消防員就說了 這工廠是屬於密閉空間的 氣味是很難散出去的 所以這個消防外部是聞不到氣味的 尤其火場裡面還有很多人是受困的 這消防人員接到這個有救援任務的時候 第一時間情況急迫 當然只能往前衝了 所以呢這個行動呢 其實往往是無法保守的 不過眾多火警類型當中 閃然是最可怕的超過了500度 因此呢這也被稱作是消防殺手 發生的前兆呢叫做天使之舞 但我們能防止憾事再發生嗎 台灣企業防災知識分數低得下人 竟然只有34分 爆炸聲響氣瀰漫大量濃煙 還噴出不明化學物 屏東科技園區工廠發生火災意外 消防員進入救災後 不到10公尺還沒用滅火器及射水 就發生第一次爆炸 連人都來不及撤退 又再爆炸一次死傷慘重 屏東爆炸案釀成百人死傷 廠房內部堆放許多化學易燃品 導致火勢不斷延燒 專家點出爆炸原因 可能與化學物質及現場通風環境有關係 有些人在這次談說它有過氧化物 過氧化物它本身就是 它自己會產生氧 所以它自己會產生氧 它不需要外來的空氣補充 它不需要外來的空氣補充的時候 結果它當它溫度夠的時候 氧氣又夠 它就會突然間瞬間火事崩塌 所以這個就會跟燃料有關 當然也會跟現場的通風環境有關 比方說我可能已經燒很久了 就這時候我欠缺氧氣 那消防隊救災一定是勢必要破門 一定要進去 進去的時候 可能這些提供的氧氣 有沒有 就是會也有可能會造成這種情況 國內許多工廠及企業表面上重視消防安全 本質上卻不夠重視 消防專家林金鴻就指出 我國企業災害應變之事只有34分 在消防安全管理上 抱持得過且過的心態 當事故發生就帶來悲劇 其實這是一個很嚴肅也是大家要正式的問題 你現在所具備的消防觀念是不是正確 那如果你不正確你做出來的計畫 你做出來應變策略可能都是錯的你也不知道 爆炸瞬間噴出巨大火球 數名消防員不幸殉職 有資深消防員指出 當消防員進入火場後遇到閃燃就必須撤離 因為一旦閃燃溫度高達500度以上 一到兩秒內火場就會陷入火海全面燃燒 身上裝備都難以抵擋 迅速逃出是唯一的保命機會 以散燃的狀況的話 那他發生的這個狀況 其實消防員他能生還距離真的很低 因為基本上你是會直接被 那個溫度是水射出去是馬上蒸發的 更何況是一個活生的人在裡面 那今天消防員的這些消防員 他們最高耐溫 其實到那個極限的溫度 其實也只能撐個幾秒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在那麼 已經處於危險的狀態下還待在裡面 我們應該在弄清楚這些物質是什麼 之前都不應該貿然進去 火國早在2009年 針對消防員救災的退避權 資訊權及調查權等生命三權入法 但為什麼這次還會有憾事發生 也不免讓人質疑 資訊權沒有做到位 而良搶救與救災風險的退避權 也沒確實執行 一個是資訊權的部分可能也不是很落實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這些化學品 跟公共危險物品的這些資料不全之外 那在退避權的部分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判斷失敗 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工廠發生狀況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它的爆炸跟火災狀況並不嚴重 所以等到工廠的人出來之後 所有員工等待救援 消防員在當下第一時間的判斷 可能是這個風險還沒有過高 所以他們才會進去搶救 平常的風險管理 第一個還是要靠廠商 第二個是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以及相對應的譬如說是架工出口區處 這些主管機關來協助 才有辦法真的去把災害的風險降低 真的是不太希望一直要用殉職的消防員的殉職來換 才能換到消防員權益的被重視 那所以當然我們會對於這個案件的殉職原因 去做一個釐清跟分析 都希望法條上面既然都修法了 那也是對消防員權益是一個很重要的修法 那當然會希望他可以去做落實 消防員有退避權可以不執行有危險性救災行動 生命三權因具體落實別讓悲劇重演 TVBS新聞 莊奇緣 劉彥軒 台北 採訪報導 也許多點的同理心也可以減少憾事 有消防員在網路上面匿名透露 多數民眾看到熊熊大火 都期待著消防員能夠第一時間的衝進去 時間再交給宛柔 這起工廠大火意外呢 造成了四名消防人員殉職 那我們來看到呢 屏東線的消防局長徐美雪呢 他第一時間說呢 這內部疑似油碗以及天然氣 這個消防人員一拉水線以後呢 馬上就爆炸了 結果呢這個訊息呢 也讓網友炸鍋了 不過第二天呢 他是直接改口說呢 其實在還沒有涉水的時候 就已經爆炸了 消防人員要聽到撤退 其實已經來不及了 這也讓很多網友就說 到底哪一個說法才是對的呢 尤其呢就消防人員 為什麼不進去之前 就先確認說裡面到底該怎麼走 或是裡面有什麼危險物品呢 其實有資深消防員則說呢 所以他們消防員都有所謂的資訊 像是這工廠裡面的機台風管平面圖 還有這個建築結構化水物品的存放資訊呢 他們都應該要知道 也應該要要求被放在警衛室裡 但是呢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說 實際效用是不高的 因為你很難隨時的去更改 而且呢也很難的常去檢查的 尤其呢這個民眾呢 能否接受這個火震大的時候 但消防員還在看說裡面的配置圖 而不興趣來自有緣呢